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舒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決定強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新出的這個 23年千卡菜奇澤 好 那一下是我想法 給過多參考 那我們就開始囉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素質 等一下的話會有這個 頭球的實戰 那還有我自己的一些配點啊 不是那個 完成版的 完成版的配置喔 是 是這個 球數的部分而已 好 那其他素質你們就自己再去拉 那這張21年的千卡菜奇澤 跟23年的千卡菜奇澤 我覺得在素質上面其實講真的 沒有差到非常多 這種一點兩點的 在這種高素質的情況 基本上都還是拉得滿 那現在這個狀況的話 看起來好像說他的球數71好像 這張比較快 那等一下丟的話我會跟大家 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那當然 那之前燒過 所以我這邊就還要再講一次 那個球數啊 我是就單純數字來看 那我的目的是神點數 那當然你錢多 你自己上去 那個 沒關係 錢多就是這樣 錢多基本上不用看我這邊拉 不管有沒有懂嗎 還是會有妖魔鬼怪出現 那這樣昨天就不少 只是可能不見了拉 看不到了 大家應該也看不到了 跟上司講的一樣 只是這次我不會解釋 你只知道看不到了 好那這個 二三點的千卡太奇者一路長 數值上面這兩張差不多的情況的話 我就覺得數值上面就還好而已 最大的差別差在球種拉 啊這張的話是彈指曲球 然後只差球不見了 這張就是六球種 所以差在這裡 兩張的話都有知識拉 應該沒有搞吧 應該是沒有拉 那千瓶應該都有上去吧 嗯 對沒錯兩張都有知識 然後這兩張都是中繼 而且都不能放在雙手位 你要放在先發B 那我沒辦法 你要跟我講說 欸我放在先發B可以雙手 那我也沒辦法 那連我的張菜山都可以去蹲補了 我說指定打幾張 好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到這個 實測的畫面吧 好那我們現在準備換上菜奇者 這張的話我是用這個 季賽六十五以下的這個規則 所以把它弄到加七啦 所以我實質上面也沒有加七 也是這個市場減了一張加一的 那時候二十幾億而已 我不知道怎麼 後面好像有一些卡片一直在爆漲 那這張的話就我先把它換上來 我最後用在這個十五等啦 然後加七 技能開一開 加上這個紅點狀態跟球一 那剩下就是裝備 好 這張模組的話其實是偏瘦的啦 那開始有人開始在講模組的部分 嘖 有些模組真的做的比較大隻一點 那菜奇者應該也沒有到非常非常大隻 好那這張我覺得 知識上面已經出了 這個知識其實我蠻喜歡 但真的沒辦法 這種卡片我叫你也吃不到 然後數值的話 總頻是130 然後這個是裝備的嘛 這個是這個技能 這個都會發動 那數值大概長這樣 控球137變化12 這個其實都隨便 因為你們自己可以去做搭配啦 以他的數值來看 有資金的應該是可以拉到140以上 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接下來就是我要講的 這張球數的話我是拉到這個138 那等一下就會讓大家看一下138這個數值 好首先我們先丟這個直球 直球的話我順便直接講一下配置 直球基本上因為他有二縫線嘛 然後還有這個 滑球 跟彈指需求 那彈指需求的話 我正常來說我應該會搭配變數 那直球回去搭配二縫線 直球的話我會丟在這個位置阿 丟在大概這個位置 笑上去一點這個位置 雖然長長 這個被打成鳥安我就真的沒辦法 我真的很長被打成鳥安 就這個位置 然後這裡的話 這個位置二縫是好球啦 這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同一點的話如果你要繼續丟 就這裡的變數 那這個就是等一下會跟大家講到的 他的變數的部分 那最後就是這個位置的彈指需求 這裡 這個應該會出去阿 就是會 當然不是被轟出去 我跟大家講會被轟出去的 其實沒有意義 這個應該會轉出去阿 所以應該是會是一個壞球 那你盡量就搶好球數 然後最後可能變數球塞在這裡阿 或者是突然上面這邊突襲阿 又或者是這裡突然塞一顆滑球轉出去阿 又或者直接一個內角 內角彈指需求塞這裡也可以 好那我們就簡單丟一下吧 首先直球 阿黃先生位置的話 你大概自己再加個四五公里阿 一六五 阿加個四五公里代表他紅線 差不多落在一六八到一六九 基本上已經到滿了啦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說 如果你單純只是要救直球這個部分的話 他拉到一三八就可以滿了 你自己再看自己的情況吧 我自己是不會再拉上去了 就是差不多拉到這裡就好 我也沒那麼多資金再去拉 我覺得夠用就好 所以我有一些超級中華隊其實練到 可能加 加六加七 就夠了 我球數就固定在那裡 我後面點數都去點變化的 都去點控球的阿 阿球位本來就會滿了 所以就是看這些狀況 然後滑球的話他這個極速是 我先塞一顆這裡阿 我搶一顆好球數 那變換應該不會太高吧 阿這紅線其實就還好 他是看那個環的位置阿 阿 紅線是還好沒錯阿 但 他就直接給他打出去 好 順便讓大家看一下雷上有人的姿勢 阿只是這邊我就盡量會丟壞球 因為他 他等一下會倒 好就大概這個位置 這滑球一百五十一 所以說這個滑球在極速一五五的情況 一五一也是都滿了拉 欸我是覺得 如果真的拉 差個一兩公里 我是覺得真的還好啦 所以變成說 你後面這個十一點 你要不要點上去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決定 我自己是不會點拉 好然後二縫線 二縫線我就丟這邊轉出去了 就大概這個位置 好一五七 這個就是比較大的問題 他的二縫線 在這個一三八的時候 球數就丟到一五七 那二縫線正常級數應該會到一六一阿 所以這裡會差到大概快五公里 這個地方會差到快五公里 他的二縫線 另外一張也是 我沒記錯的話 二一年那張也是 他二縫線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慢 就 成長的特別慢 我覺得蠻奇怪的 反正如果你只是要玩速X 或者是你覺得就差不多阿 一五七跟一六一差不多 的情況的話 我覺得你後面點數就不用點了拉 當然還是老話那句 你錢多的 你全部給他塞到最上面 沒關係 青菜你送就好 你錢多嘛 我怎麼辦法 反正又不是我的錢 好彈指需求 彈指需求128 彈指需求的極限 彈指氣球 彈指氣球 氣球是什麼 彈指需求的極限大概是140拉 所以說 這裡 極速應該會到 135附近 這張的彈指需求 就沒有這麼快拉 那就是你自己看你自己的狀況 如果你覺得說 噢不行不行 什麼錢 我不在乎拉 那個丟水溝 也就這樣啊 十連抽只出 沒有不要的 就算了 反正我就這樣丟 你如果要這樣丟 那ok 那我就ok 你就自己丟 反正這邊就只是給人家參考 讓你省點點數 那你錢多你就丟 那你錢多你就丟 丟上去的話 就是我覺得沒差 我要要求 我的彈指需求一定要最快 那就把球速拉上去 他就會最快 七公里的話 拉到150好像也不會滿 對啦 好像也不會滿 你就自己在看啦 那有些的卡片會滿 有些卡片就不會滿 所以 如果你覺得 啊我直球這個數字已經差不多滿了 花球也滿了 那彈指需求 我就偶爾丟個幾球片片而已 所以 這種情況 你就可以考慮不要拉 啊當然 我彈指需求就是要極限了 花錢 簡單 好解決 好最後就是變速 變速這邊的話我只吹到前面的黃線 剛才的話直球基本上已經滿了嘛 所以現在直球我約略定在差不多165附近 好變速 壞掉了壞掉了壞掉了 壞掉了一定是因為沒花錢啊壞掉了 好 丟前面一點 這裡 這顆119 所以說 這個119我算120啦 120跟這個165的狀況 這個速差也差不多45公里 就45公里的情況 平常 就是你直接拉到最高點的話 速差大概會落在 這個 30公里 就是最後的極限的話 最後都會落在大概30公里附近 那 30公里如果你 把這個力道往前一點的話 大概有到3536 那就這張的情況的話 是到45公里 那就是你自己再參考一下 45公里這個數字你到底有沒有用 因為 我覺得這個就很看個人啊 這張的話主要就是說 他多一顆彈指需求嘛 然後變速的速差又蠻大的 就這樣而已 不然就另外那張21年的情況的話 因為你21年 滑球跟這個 滑球跟直球基本上也是都會滿啦 然後這個 又多了一顆直插球 就有些人會比較喜歡這個配置啊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就只做一點小分享 就是你自己看你自己的習慣性 反正我們分享是要讓大家找他自己的習慣性 不是啊我說說這張很強 我會用這張你就用這張 把21年的那張加死直接給他砍掉 換成這張 你就不用啦 你用的習慣比較重要 好那今天這部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全民觀眾知道 那剛剛的配球的話你就自己參考就好 剛剛的言論的話你自己參考就好 反正就是這樣子 喔喔喔喔就會燒起來 燒起來的話我就不小心把他ban掉 對不小心 哎呦我ban掉了 好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了 拜拜